很多粉丝问我 AI领域信息更新太快 怎么才能不错过重要的动态 木子你都是怎么学习AI知识的呢 那作为一个在AI圈摸爬滚打多年的人 我决定啊 这次把自己的情报网络完全公开出来 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整理了近百个AI信息源 包括值得关注的YouTube 播客 newsletter Twitter 微信公众号等等 全部分享给大家 每个都是我亲自验证过的 优质免费资源 帮你省去大量的筛选时间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正在学AI 但是没好好利用YouTube 那你可能错过了至少90%的优质资源 你是不是还在认为 YouTube只是用来娱乐的 学习新知识得看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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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I这个技术迭代以周计算的领域 经常教科书还没出版就已经过时了 所以在AI学习这件事上 YouTube有两个无可替代的优点 实时同步的行业前沿动态 和可视化直观易懂的技术演示 接下来分享几个我自己关注的高质量AI博主 首先是Fightship 他能把AI知识讲得比脱口秀还精彩 配合恰到好处的梗图 5分钟就能让你记住一个本该枯燥的技术概念 那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行业视角 The AI Daily Brief就会每天用投资人级别的洞察 拆解技术趋势 这个博主是一位前特斯拉AI负责人 他讲大模型原理的视频特别清楚 就算你不懂代码也能听懂 那如果你喜欢更轻量化的学习 ByCloud就是AI界的三分钟说电影 把晦涩的论文变成刷个短视频 就能消化的知识快餐 还有3Blue One Brown的教学系列 是我见过最直观的AI可视化教程 对创业者来说 这个频道里的每期视频 都是可以直接落地的变现案例 那至于想转行AI工程的朋友 前Meta工程师Tina黄的教程 就向游戏里的任务指引 手把手教你做AI项目 当然啦如果以上这些AI英文频道 你能听着有点头疼 也非常欢迎关注我 木子AI研究所 我喜欢的将基础理论 配合实际工具演示 即使你是零基础的AI小败 也能秒懂复杂概念 而且除此以外呢 我还会手把手教你用最新AI工具 打造副业 做自己的超级个体并变现 那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呢 还有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 可以让你深度掌握 但是看YouTube视频总是需要全神关注 可我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怎么办 那我觉得播客就是很好的互补 播客呢是一种以音频为主的节目形式 类似于电台 通过Apple Podcast Spotify 小宇宙等订阅频道就可以了 我自己呢是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听播客的 相较于YouTube视频而言 我认为播客更适合碎片化学习 通勤 健身 做家务的实话都可以听 不依赖于屏幕 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讲AI的播客 先说两个深度与技术并重的英文播客 Alex Friedman Podcast 这位MIT研究员邀请的都是行业顶尖的人物 他们的对话呢不仅涉及技术细节 还会探讨AI是否会有意识这样的哲学问题 20VC 那这个播客从投资人的视角去看AI行业 比如90%的AI初创公司拿不到投资 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那对创业者来说 这些实战建议都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这两个技术性都强一些 如果你想要更轻松一点 就可以听Oin Podcast 它是由四位硅谷投资人主持的 就像朋友闲聊一样聊科技八卦 而且信息量很大 那如果你是创业者呢 这个播客也不能错过 他们会分享顶级创业复化器的实战经验 很多失败案例的复爬都特别有价值 不过你可能会说 英文播客平常实际是太有门槛了 而且这些播客动不动就几个小时 信息量太大了也有点费劲 那你呢也不用担心 首先你可以用这个网站 看一下热门播客的总结和竹子稿 这里呢都是可以选择中文语言的 除此以外的Podwise 也是一个很好用的AI知识管理神器 它也可以一键总结 甚至生成四位导图等 很多热门播客频道 这里其实都有包含 或者你直接把播客的链接复制过来也可以 当然了听中文播客是最方便的 我这里也推荐几个 首先是硅谷101 主持人会深度访谈 OpenAI研究员斯坦福教授这样的嘉宾 同时提供中美市场的对比视角 十字路口 他专注于AI创业与投资 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 这个行业读好能帮你烧走很多弯路 42张金 这个更侧重战略思考 嘉宾的前瞻性观点 经常能提前预言技术拐点 技术时操派推荐硅谷觉醒FM 这是少有的深度解析AI agent技术的节目 印第嗨客则更接地气 教你怎么低成本微调模型 或者从零搭建AI科普系统 特别适合独立开发者 商业视角方面 商业就是这样 用30分钟讲透一个商业模式 比如XGBT如何赚钱 万点聊则深入产品设计逻辑 揭秘AI产品从零到一的故事 最后科技早知道系列 用媒体人的视角讲述技术故事 能帮你建立更全球化的认知 不过YouTube和播客虽然很好 但说实话 每天面对海量的更新 是不是经常会有种 信息过家的窒息感 这时候AI Newsletter就能够派上右肠了 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像有一位行业专家 定期帮你做完信息筛选 直接把精华打包到你的邮箱里 但有个事情要注意 我一开始就一口气订阅了十几个newsletter 结果每天打开邮箱 看到20多封未读邮件 直接把我整崩退了 最后一封没开 全部一键一读了 所以记住 看newsletter的关键是持续 而不是贪多 与其订阅一堆而从不打开 不如精选两三个 真正坚持阅读 我建议新手呢 一定要订阅TheRundown AI 它就像AI资讯界的每日精选 每天要会整理最重要的行业新闻 热门工序推荐 十分钟就能刷完 等你觉得这些信息量 已经不够过瘾了 也可以慢慢增加其他的优质订阅 比如吴文达教授的newsletter 这位AI大牛的团队 会带来权威的技术解读和行业动静 接下来就是Twitter 和之前几种途径不一样的是 Twitter的社交性更强 如果你想直接追踪 AI领域大佬的思考过程 而不是等别人整理好他们的观点 Twitter几乎是无可取代的一个途径 接下来木子呢 就分享几个值得关注的账号 首先当然是各大AI公司的官方账号 这是我列出的一些主流企业 一旦有任何更新 他们的账号几乎都会第一时间发布 那接下来呢 是一些技术大牛和科学家 他们时常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悟 那如果你想了解商业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呢 这些CEO或是投资人的分享 就非常值得关注 那如果你有微信账号 其实公众号里也有大量的保障 接下来我就分享几个我每天必看的高质量AI公众号 首推量子卫和机器之心这两大头部账号 他们就像AI资讯界的通讯社 更新速度惊人 从最新论文解读到AI工具测评 再到行业大佬专访 基本能覆盖你想知道的所有内容 那如果你想要更全面的科技资讯 AppSource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想学提示词技巧 李季刚的公众话绝对值得关注 如果对企业级内容感兴趣的 可以看AI前线和AI科技评论 他们更侧重产业动态和深度的技术解读 如果你是创业者可以关注Founder Park 他专注于报道AI初创企业和商业应用案例 最后给技术爱好者推荐GitHub Daily 他经常会分享很多热门的AI开源项目 除了被动接受信息以外 在AI学习过程中 找到志同道合的AI交流社区也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与社区的交流往往能够帮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几个国内外优质的AI开发者社区 无论你是想讨论技术或是寻找优质的开源项目 这些地方都能帮到你 先看国际社区 Reddit上的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三大板块 是很多AI从业者的聚集地 这里你可以找到最新的论文讨论 技术问题求助 甚至是职业发展建议 内容非常丰富 Halking Face则是全球最大的开源AI社区 在这里不仅能找到各种预训练模型 还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者直接交流经验 国内的话 摩达社区绝对是首选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AI模型平台 目前已经有7万多个开源模型 吸引了超过1600万开发者 接下来分享几个国内外最实用的 AI工具导航网站 他们就像AI世界的搜索引擎 能帮你快速找到最适合的AI工具 首先要看国际上的顶级导航站 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AI工具库 收录了超过5000个工具 而且每天都在更新 它最实用的功能是可以按照类别 价格和语言进行筛选 特别适合精准查找 Product Hunt是发现新工具的好地方 这里每天都有最新的AI产品上线 而且有社区投票排名 There's an NIFoodette 这个网站的特色是按场景搜索 覆盖200多个细分领域 中文领域也有几个很不错的导航站 AI产品榜应该是本土化做的最全的一个 不仅收录海外工具 还提供中文评测 还会推出AI工具组合包推荐 比如专门为自媒体创作者设计的工具套装 AiBot走的是极简路线 能快速直达主流工具 最后是V2AGI 它比较特别 既是AI工具导航站 又是开源知识库和社区平台 它采用非书稳当的形式 由AI专家和爱好者共同建设 特别适合想要深入学习AGI的人 最后如果你想要系统学习AI知识 那在线课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仅能帮你建立扎实的理论基础 完成后还可以获得行业认可的证书 对你的职业发展也非常有帮助 首先呢推荐Google的AI Essentials课程 这门有谷歌AI专家亲自授课的课程 只需要10小时左右 就能让你掌握AI基础知识 最实用的是啊 它会教你如何设计有效的prompt 在2025年提示工程 可以说是最实用的AI技能之一了 那吴文达教授的AI for everyone 特别适合非技术背景的学习者 这本课呢会带你理解AI的基本概念 比如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这些处语的实际含义 更重要的是会教会你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 发现AI的应用机会 IBM的AI Foundations for everyone 是另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需要任何编程基础 就能了解AI在各行业的应用场景 不成最后还有一个时间项目 亲手搭建并部署一个AI客服机器 而且完全不用写代码 最后也特别推荐微软的AI Skills for women 这是专门为女性设计的AI入门课程 内容涵盖基础知识 实际案例和伦理思考 完成这个课程不仅能够获得认证徽章 表现优异者还可以获得奖学金 和为期三个月的深造项目 听到这里啊 你是不是已经有点懵了 这么多的信息来源 这么大的信息量 我到底该怎么处理和学习呢 我认为要在AI这个日新月异的领域 找到高效的学习方法 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那经过我自己的摸索 我也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第一就是培养深度学习的习惯 很多人觉得看视频就是消遣 但其实完整看完一个高质量的长视频 说话可能比读几张教材还大 所以要拿出上课的精神来看这些AI视频 甚至需要边看边做笔记 第二就是善用AI辅助学习 有时候你看这些AI信息的时候 遇到一些专业词汇不懂怎么办 别挤着跳过 直接打开XGBT或Deepseek这些AI大模型 问他们 让他们用直白的方式对你解释这些专业名词 你就会发现学习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 第三就是学完要立刻实践 我每天都会专门安排半个小时坐在电脑前专注的学习 看到新工具或新技术 都会第一时间上手试用 千万不要眼高手地 知识不要就会忘 第四就是建立追踪机制 发现值得关注的产品或专家以后 我会深入研究他们所有的资料 甚至把相关的所有访谈都看一遍 来了解这个产品背后的故事 第五就是构建知识管理系统 面对海量的信息 我非常推荐大家用知识库工具 本地工具也可以 或者是像Notebook LM这类的网页应用也很不错 他们都能帮你整理各种格式的学习资料 还能用AI进行总结翻译 我之前出过一期如何利用好Notebook LM的教学视频 非常推荐你去看一看 最近Notebook LM还支持了中文博客转写 Notebook LM的大更新 你现在可以用Notebook LM生成英文 还有超过50种其他语言的语言摘要了 最后记住 AI不会取代人类 但会使用AI的人类 必定会取代那些不会使用的人 把新知识立即付诸实践 这样才能真正跟上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